今天是5月28日,星期五 今天教會禮儀的讀經是德訓篇 第四十四章 主題都是講 以色列的祖先都是寬大為懷 他的名字命遠常傳 而福音就是馬爾谷福音的第十一章十一至十六節 這裡特別是記載耶穌在聖殿驅趕傷人的場景 也都是耶穌詛咒無花果樹 這裡反映到耶穌的心情是一般的 不過在今天福音的末段 我給這兩句吸引我 耶穌提醒我們 在祈禱的時候 若你們有什麼怨人的事,就寬恕吧 這句說話帶進我的祈禱之中 這個我相信都是每個人都容易有的經驗 就是概念上或者道理上 我們都知道要寬恕其他人 不要生氣人 但是這個腦有一份認知 不表示我們可以做得到 甚至乎我們的心很想做 也未必只能做得到 所以我也要特別留意到耶穌說 在祈禱的時候 我們要特別要把這些 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很困難的關係 放在祈禱那裡 有些什麼是生氣人的 埋怨人的 在祈禱那裡尋求一份寬恕 靠自己的力可能未必可以 不過特別在祈禱那裡 我們求主的一份目光 就好像主寬恕了我們的罪過一樣 我們都希望求這份恩怨 有這份能力可以寬恕其他人 我自己的體驗就是 這裡是很難的 難度就是有時候 都未必接納到自己寬恕不到人 接納不到自己的現況 覺得自己寬恕不到人 其實再加重一份罪惡感 覺得自己在天主的台前 又不對 有一份很大的自責 一份拒絕自己的一種感覺 這種感覺更加 其實是另一份不自由 將我們和天主的關係更加遠離 所以耶穌今天特別提醒我們 在祈禱的時候 祈禱的時候 就是我們和天主很坦白 分享自己這份情感 怨人是為什麼呢 怨人 我們很埋怨人 或者是生氣人 往往就是因為人與人之下關係 這份關係讓我們有一份痛苦的感覺 或者覺得自己是不被尊重 不被接納 或者對方不能夠接受自己的愛 或者覺得自己愛對方被糟蹋了 被拒絕 內心有一份很不舒服很不安全的感覺 所以這裡是一份很大的痛苦 有時候我們未必一時間就可以做得到 立刻去寬恕對方 尤其是寬恕對方的時間 對方都未表達一種錯誤 那種錯誤未必一定是對方 當然是自己有一種敏感 有一種觀點 自己可能都有一份偏離的信念 這些都是影響著我們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所以正正在這裡我們是要放在祈禱那裡 第一 我想就是求主對我們有一份能力 自我一份接納 接納自己的狀態 我做不到 我有份辛苦 我有份痛苦 我做不到 不過 我知道主很想我這樣做 不過我這一刻做不到 而主又明白我 首先感覺到主對自己有一份寬恕 主對自己有一份喜愛 這裏我想是第一步 接力了自己暫時做不到 起碼是第一步 我們可以在這裏和自己相處一下 碰觸一下自己的痛苦 碰觸一下自己的限度 也可以在靜的時候 默觀一下對方的限制 對方的困難 甚至對方有痛苦的地方 這裏可能主的恩典慢慢會浮現 讓我們有這份能力 慢慢可以接納對方的一種能力 這裏是主的一份恩典 亦都求主一份治療 治療自己那份偏離的地方 小器的地方 自己盲目的地方 這裏都是求主一份治療 我想耶穌特別提醒我們放在祈禱裡 我想是讓我們有一份恩典和治療的一種機會 讓我們可以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慢慢更加了解自己 慢慢重了解自己 默觀他人 找到一個途徑走上寬恕之途 到最後就是我們能夠和其他人 有一種起碼共融的一種關係 大家未必成為一定要好朋友 不過起碼有一種共融 一種平安的心情 這裏和今天的德訓篇 有些對照 因為今天的德訓篇 我特別留意到兩句說話 開始的時候 德訓篇第四十四章第九節 這裏這兩句說話都特別碰觸我的 他們說了 他們都死了 好像他們沒有存在過 他們生了 好像沒有生過一樣 這兩句說話就好像有一點諷刺 人好像很冤枉 往往就過了一生 死了好像沒有存在過 生了好像沒有生過一樣 如果這個生命 反過來擺放自己 貼在自己身上 你說是一種可憐的狀況 所以我們 我們每一個人 可能因為醫著天主朝象所做 我們都生活過 我們都和其他人有一份關係 或者我們都未必能夠做一些很大的事 不過當我們在天主台前 我們都不想帶著一種 和人有一種疏離 有一種怨恨的關係 當我們去到生命的 末端的時候 我們都不想帶著這份 這份遺憾 這份遺憾 和引陽的一份遺憾 帶著他走上天國 最終的天國之路 我們面對審判的時候 我們都不想自己有一種自我埋怨 埋怨他人 這種心情 所以今天 耶穌又是再次提醒我們 藉著他詛咒無花果 不過他的 雨風一轉 其實是 提醒我們祈禱的時候 有些什麼令到我們 不能夠放下 還很生氣 很怨人的時候 我們 我們求這份寬恕的一種治療和恩典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這裏 希望大家可以對照一下自己的生命 自己的生活 引陽之間的關係 可能帶他和天主聊天 反省一下 往往最近的人 是我們最難接受這份寬恕 OK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裏 主有各位